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在基督里放弃自己的权利 首先,保罗叫我们效法他 就像他学基督一样 又要坚守他所传给我们的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神造男造女各有不同 有其先后次序 先用尘土造男 再取男的肋骨造女 不是价值和地位的差异 而是取得权柄的记号 原来在当时的社会 妓女都是不蒙头或者是续短法的 而保罗是看到在哥林多教会 有一批姐妹随着众狱派的人士主张 凡事都可行的论调 因此,保罗便以这一篇的讲论来提醒 姐妹们若主张自己的自由权利 即使对自己丈夫的伤害 这是不相仪的 神对他百姓的衣着 性情及合一的行为等 都有合乎神旨意的教导 这在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如此 什么聚会 什么场合 牧者对弟兄姐妹的衣着 都有合一的教导 而那种认为 神当当看重人的内在心态 忽视外在原形仪表的教导 是有备于圣经真理的教导 今天,我们在教会中 牧者教导我们的是 若是总统照见我们 我们会穿什么衣服 面见他呢? 更何况 我们是与众弟兄姐妹 一起朝见万君之耶和华神的面了 无论是男人或女人 我们都成了一台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这称为教会和基督徒的人 应当知道 万有都是出乎神 在于神 我们应当自己审查 合不合乎神的喜悦 免得成为世俗的争闹 利用教会 主张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绊导人来认识基督真神 初代教会 守圣餐 尝试与爱宴一起举行 在圣餐前 常会一起吃饭交仪 哥林多教会 竟然让主所设立 纪念旧恩的宴席 成为结党营私的社团活动 不但没有彼此相顾 更是彼此相争 与世人无异 保罗重生 他当日所传的 是从主所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叶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剥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 喝着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领圣餐有三重意义 一 一同纪念主 增进信徒团契 二 一同感谢主 共享主的慈爱 三 一同重生忠于主 灵性得以增进 故此 保罗责备那些 来聚会守圣仓的人 若他们不是来 跟随基督建造教会的话 那他们就会成为 教会的破口 随己意 分门结党 不守敬虔的实意 徒有敬虔的外貌 却没有敬虔的心 个人随意 定义聚会 和守圣仓 无论什么人 不按基督的道理 以不合一的态度 来领圣仓 就是得罪主基督了 因为圣仓 原是为 竭尽罪人所预备的 人若不先认自己的罪就吃 就会像是 吃喝自己的罪一般 而灵性上的罪 会带来肉身上的受苦 我们不得不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 赐下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求祢帮助我们 不求自己的益处 顺服基督 尊主伟大 以十家救恩 为我们生命的尊贵和荣耀 献上我们的感恩 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